You get what you get, and you don't get frustrated, making the most of every given moment, c'est la vie。 你去争取你想得到的,千萬不要氣餒, 因为现实生活里面可以用很多种手段去夺取你的目的, 应该充分地利用每一刻才是王道。 今天首先我会为大家介绍几单最新的娱乐资讯, 然后我们一起去回顾八九十年代一些很出色的艺术, 梅艳芳、张国荣、林珊珊、陈威限、钟楚雄, 发生在陈八强身上的生活点滴, 当中有很多小为人知的日事, 有些是来自我电影圈的朋友, 有些是danser,有些是行公司以前的同事, 甚至乎有一位是去跟Danny小时候认识的朋友, 告诉我,当然是放到去压续,你们懂得做, 应该帮我点赞,好吗? 以下来的时间,希望带大家回去八九十年代, 一起回顾这位学生王子的风采。 不再让你孤单,阿沙陪你娱乐欢笑人间, Never Wanna Let You Go, Stay Tuned on YouTube Channel Smart Travel! 各位乘客,表演近代表阿沙行公司及全组机装服务员, 欢迎脚下乘搭youtube2240客机前往香港。 更加多谢已经参加了youtube频道Smart Travel的会员, 我是你们今天的客户经理阿沙, 这个航班主要的航道是讲Saila V, 我们期望为你带来一次舒适愉快的旅程, 敬请各位踊躍留言,慷慨解浪, Pay Me Pay Me, 尽早成为会员,鼓励阿沙越做越好, 多谢合作。 Ladies and gentlemen, On behalf of Saar Airlines and my team, welcome aboard Flight YouTube 2240 to Hong Kong. To our Smart Travel YouTube channel members, it's a pleasure to see you again. My name is Saar, the Smart Travel YouTube channel speaker. Our main topic tonight is to talk about Saila V. We are looking forward to making your journey a pleasant and comfortable one. Please be kind and generous to tip me or join members of my YouTube channel Smart Travel. So sit back, relax and leave comments. May I please have your attention for the show time. Thank you. 多谢了,多谢了,多谢了. OK,好了,哎, 又说少许更新, 因为我的网友是来自世界各地的, 而且这一套现时已经全球上映着, Marvels, 陈法拉在Marvels里面首部华裔的超级英雄电影, 上戏与十环邦的传奇, 之中是凭着这个上戏的母亲一角而人气急声的, 不少外国观众大贊她的外形和伸手兼备, 未来有望在这个荷里活继续发围, 我觉得因为以前她离开了香港之后, 她不只是拍拖结婚生BB, 而她是修读过一些电影的课程, 所以这个女孩她自己也都是朝着这个梦想, 但你不是只想过梦想, 说我想去荷里活的, 那你是要做些事的, 譬如说你怎样去进修演戏那方面, 有些什么你正正经经找一个, 就是那个学戏剧的学校, 其实全部在背后, 你现在看到很多外国的观众认识她, 但是人家背后付出很多汗水的, 好吗? 然后她其实2014年的时候, 已经是进军荷里活的了, 曾经参演过刘伟强执道, 还有马田史高西斯, 就是Martin Scott Sassi, 监制的美国黑帮电影的青龙, Revenge of the Green Dragons, 其实我已经说过, 马田史高西斯等于香港的杜琪峰, 当然人家荷里活大过香港, 很多嘛, 对吗? 那就是马田史高西斯, 如果你看看荷里活的黑帮片, 你不会不会这个人的了, 那他预用的演员就是这个, 罗伯迪尼路, Robert De Niro, 还有这个, 哪个, Nio Nardo DiCaprio, 迪卡比奥, 就是他预用的演员, 就是等于杜琪峰, 经常用刘青云, 或者古老板, 古老板, 那样的, 那当中, 就是之前这个, 法拉在2014年参演这个, 一个马田史高西斯导演的戏之中, 就是饰演FBI的, 干探的老婆的, 那气氛就非常之少, 但是呢, 就比这个, 欧阳静, 或者这个袁丽琪, 配角的气氛, 还要少得多, 为什么这么少, 他当时都肯定, 因为你要, 混入去人家的people network, 那你, 如果你就算, 所以, 出来做事, 你不可以太过吃虧的, 你说, 这么少我不做了, 那你就傻仔了, 所以就算我现在在说, 虽然我是说娱乐新闻, 但是我也都希望, 是带一些讯息, 比如说, 你出来社会做事, 你不知道可能你觉得, 那份工好像, 就是这么小的, 不做了, 那其实你已经失去了很多, 港阔, 就是开阔你人物网络的机会了, 那希望大家, 可以由我影片里, 可以得到一些生活的智慧, 好吗, 另外, 那个本身, 就是他那时, 2014参与的电影, 的口碑, 就是非常之差的, 亦都是这个烂番茄, 烂番茄就是, 就是美国的影评学会, 就是专是评分一些烂的, 就是不好看的电影, 那当时就得到这个15%的好评度, 意思是OK, 就是不太烂, 就是Rooten Tomatoes, 那在2014年, 法拉就离开了这个TVB, 去到纽约的明学府, 朱利亚学院, 收读了一个戏剧, 的碎士学位, 相信当年参演, 只是俠串的性质, 现在他升成为, MCU电影世界的重要角色, 好吗, 所以, 我们由一个艺术师, 他自己的成长, 希望这些艺术师, 真的做一个很大颗星, 就是这样, 自己不断地去, 不是, 怎么说呢, 不是光环, 而是为里面, 人家很努力地去, 每一天进修, 学一些不同的东西, 学一些不同的东西, 除了是一个明星, 觉得你演绎不同的角色, 可以手道拿来之外, 另外, 就是譬如我们普通人, 当你听到很多, 有用, 我说有用, 你不要听到垃圾, 听到有用的讯息, 你潜移物化, 你个人就变得更加积极, 还有, 看东西的角度, 那我们去第二单的娱乐新闻, 好吗?